加州 Tesla高速公路上屏幕定格 部分功能失靈 一名Tesla電動車車主投訴說 他的新車在高速公路上屏幕突然定格 導致一些功能無法使用 而他當時的車速高達每小時80多米 車主是南加州爾灣居民 Javier Vargas 他向KABC電視台披露 事故在上星期四發生 當時他駕駛的Tesla Model 3 在10號高速公路上向西行 時速83米 但是屏幕在這個時候突然定格 Varigus 稱 所有的操控案件都失靈 包括指揮燈以及緊急警示燈 都不可以運作 油門都沒有反應 他當時感到非常心慌、緊張 雖然煞車制動還可以運作 但是Varigus 怕 如果減速、不可以加速的話 在繁忙的高速公路上 會很危險 之後 在一名加州公路場景的協助下 Varigus 成功駛離公路 幾分鐘後 重新啟動汽車 所有功能都恢復正常 Varigus 最後打電話叫拖車 把車拖走 他說Tesla後來告訴他 維修好這部車 陳願報告說故障原因是 充電端口的通訊不良 導致電源轉換系統關閉 在行駛過程中保護車載組件 Varigus 擔心Tesla的某種安全功能 可能會導致車載電腦 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自行關閉 Tesla 暫時未對這件事作出回應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